好 警戒在今天另外一件小回大事情 要来告诉您的是 跑车出租公司 怎么会突然之间 被人家冲进来砸车 而且一砸砸了 九辆车 总价高达2500万 这背后有什么你所不知道的故事呢 几名男子手持棍棒毫不留情 朝停在店门口的奥迪跟Focus 砸了再砸 棍棒不够拿起哨把一阵狂戳 奋力举起石砖砸毁 挡风玻璃完全没在心疼 不只这样所有人破窗往店内进攻 把停在里面的通通砸到面目全非 凌晨两点多砸车的巨大声响 吵醒邻居现场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以这辆奥迪R8来说 行车要价一千万 后车窗几乎整面破了 业者统计店内一共八台车遭殃 除了最贵的R8之外 还有大约500万的大黄蜂 300万的野马 还有其他奥迪跟BMW高价车款 车辆新车总价2500万起跳 现在维修费业者想都不敢想 因为我们都有预约的客人 哪时候要开始交车 现在都没办法 店家称根本没有与人结怨 只是将奥迪S5车款 以月租14万的价钱 租给一名顾客长达一年的时间 没想到顾客在外面欠债 债主威胁店家不再续租 店家不同意 于是上门来批馆 将近百万的纠纷 那因为债权人想要找到这个客户 那所以才希望店家能够提供一些客资 甚至是车辆的GPS定位 警方调略附近监视器锁定可疑对象 要将六部车十个人全逮捕到案 车行更是要向杂车男子索讨维修 加上营业损失 这家车行老板威武不能去我们是给他拍拍手了 但是据说坊间有非常多的车子出租公司 他们利用一些我们所不知道的手法可以赚取暴利 当然我们不是说一定是这间公司这样做 对 是坊间很多这样的出租公司 太多了 我们在刑事局办过太多了 各种手法都有 我先举例 租任车有两种 一种是个人租任 一种是公司行号租任 是 那么他可能要结税 对 刚刚那个说租了一个月十四万 租一年 他每个月都可以开发票让他抵税用的 好你要知道租任车 租任车一定是保全选 租任的 只要挂租任车牌 因为他一定是保全选 那这些人的脑袋就冻到保险金 一只牛他扒了很多次皮 你看到我手上拿了这个 这是我们抓过 这是LASUS的车 这两台车牌有没有一模一样 我们给各位朋友来看看有没有一样 来 这台是7363RR 我们再来看这台车 7363RR 哪有可能 哎哟 不好意思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两台车都同样车摆 我告诉你 你都听过AV车嘛 这个甚至叫ABC 这个租任公司有三间 台北 台中 高雄 我们现在很流行是什么 甲租可以乙环嘛 台北租可以在高雄环嘛 只要你不把这两台来放在一起 它不会穿帮 这三台车牌一样 行照是同一张 都那个号码 警察当然是电脑一打 打车牌有没有失窃之意 没有 打开引擎盖 对所有行照 引擎号码都一样 你拿它没车啦 它是合法的 你看到 那车型也都一样吗 车型也都要一样嘛 车型一样 颜色一样 厂牌一样啊 这三台只有一台在缴税金 牌照最难道是只有一台 但是我抓的时候我就问车行 你们三台颜色一样 厂牌一样 那万一如果违规被拍照的话 要看谁 谁违规的吧 他说在牌照加框就好了 好意思 来来来 自己看得懂就好了 再看来 这两台一模一样 我们放送给观众朋友看来 号码也没一模一样 观众朋友来看一下 号码一样 车子也一样 差别在哪里呢 大家一起来找查 我们会发现 这个车台加了一个框 软来如兔啊 如果三台的话 那个排照框 另外两个框框 还颜色不一样 一个金的一个银的 可以辨认 这样就可以辨认说 到底是哪一个车主违规 那个歹徒跟我讲 他说你一定有BBCALL的年代 两兄弟共用一个BBCALL 要call哥哥的时候 要再加迷警零几嘛 才知道是call我嘛 对对对 他这个一样啊 告诉过我被警察拍照 一看有框的 那个台中那一台拍的 台中那一台 这一台是高雄的 我刚刚讲的 他们是从这个小本起家 慢慢的越做越大的厂牌 所以他这个可以省税金 好 第一个省税金 再来这些 我先讲业者 我先讲租任车的业者 业者 刚刚那个被砸车 是不是对方要他提供 个资跟GPS 是 我想现在全台湾 任何一家租任车行 他一定有装GPS 他们的角度是说 我们为顾客着想 万一顾客的 万一如果失联 顾客来找不到去 外面的 我们车行都可以随时掌控 是 但是这个还有一个坏处 当你租了这部车 爬爬走的时候 车行也可以知道你在哪里 你知道吗 那任何一台新车来 是不是有两支原厂的 那如果车行跟不孝耳的 你讲对了 黑道啊 或者是拍人公结 对 那外的GPS 外的行众 就透过这些GPS 都能让人知道 民众都知道 你买任何品牌的新车 一定有两把原厂钥匙 是 两把 车行拥有一把 你也拥有一把 然后他今天租的时候 尤其是在那个 那个军营附近 很多阿兵哥放假 租一台载女朋友去玩 是 他们隔天拍一台专车 全程跟你 你进游乐区他也跟你买门票 也跟你进游乐区 然后呢 他就在停车场 一样遥控器一按 发动开走了 就把你干走 干走的 他还是没有装GPS的 对 有装GPS他不用跟你耶 对 他公司就知道你在哪边 他知道你在哪里 他把车子给偷走了 第一个你租车的人 帮他吊的车 你要不要赔 要 好 他有没有保险可以赔 有 你要不要赔营业损失 要不要 好 那这部车肯定要在装后 可以在运到柬埔寨 卖第三次 扒第三次皮 一只牛 同一只牛 哇 同一只牛可以扒三次的皮哦 你知道吗 重点是你今天来租这些超跑的时候 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 有一些这些超跑的车行 似乎呢 就用这种某一些方式 让你来租车的人 你最好就是把车子撞坏 同一只牛可以扒三次的皮哦 你知道吗 我常讲我们租房子买房子 我们可以选择换锁嘛 对 但是没有人车开来的时候 马上把那个锁头换掉 换门也没有用 因为电门是整个都是的 你知道吗 所以这是我奉献所有 只要你有用到租车的 最保险的一套做法就是 自己带锁区去 自己带你的锁区去 不要用它所有任何提供的 因为你的锁 租车车行没有嘛 它有你的钥匙 但是你自己拿一个锁 把车锁住的话 这个车行就没有你拿的这个钥匙 多一个保障 我刚讲的用意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办过太多了 我刚讲的是不孝的租任车行 因为我们国内我们听过一个核叉租车 还有一个隔叉租车 我想这是一个品牌公司经营的大的 他们是非常的整个制度跟个 但是很多那种小家的 他要靠什么来旁门走道来赚钱 那是靠这样子哦 你知道吗 我刚讲的是不是一只牛可以扒了三次皮 对 所以你看到租任车行 他们随时都保持很新的车 在租 因为这部车已经帮我赚两年的钱 差不多回本了 没有也要想办法让它消失 因为我们刚刚谈到 一个车牌有ABC嘛 对 那A可能是本尊 本尊真的是正式的代理商 或学货商买进来 B哪里来的 那BC哪里来的 好BC就是有借车集团专门偷来 比如BMW一台三百万嘛 他们偷给你三十万而已 他给你三十万而已 所以那是张车啊 对 那也就是挂上这个是合法的把它漂白的 你知道吗 把它漂白了 那车牌是假的啦 对 做出来的 对啦 那BC车的来源是张车啊 对 BC车都是这样来的 我还抓过是什么 殡葬业者 那个零车 还有什么 那个镇头顶桃 惠家不是帮那个花篮啊 他算准了没有一个警察 会篮出殡的队伍来检查 没有一个警察出殡的队伍 你会把他篮下来去查他的资料 所以零车 对 他说那个零车 你不晓得那个损耗率 因为都走山头 对 八山那些吞都很顺 所以他们以十分之一的价格 大概两年帮他回本以后 整台放火烧他都直为票价 你知道吗 我还说我在这里举一个很简单 我抓过一个 上次黑金城来上节目 他说他什么都不会 对 他懂得人力派遣 那很多人偷车他没有技术 但是他要哪一款车他去找租人去租 租两天以后 租出来以后 把这整组钥匙拿去全部复制 Copy 对 然后第三天是不是要还车了 对 他还回来 隔天他准备一台车在门口等他那部车谁开出来 全程的根 全程的根根一整天 不挤哦 等到中午你要吃滷肉饭你挺好 就只有烹饭在背的时候 内来车已经钥匙打开了 所以你现在说的是 窃车集团怎么打车 对 他不用计数 他只要把他 这个案子怎么破你知道吗 然后窃车集团透了之后 租赁公司又把他买过去 阿冠 我跟你说 他们真的是有共生关系 我跟你说 我是想去抓到这个车子 你知道吗 我把租赁公司那个租车记录拿来看 每一个人会租车一定有他的用途 但是这一票人租他只开了六公里 因为租出来是打钥匙 租完就还他 他都没有开 他只开了六公里 因为租人家是会登记 因为他要保养 要换机油什么的 我在想说怎么又可能 花了几千块租一天 六公里你应该搭计程车就好了 这个六公里就是他 开出来去配钥匙 配好他就等着要还他以后 要来偷 这样破的你知道吗 两个爸爸也是有空 对 对对对 当时谢文怨这么聰明 不是 你是没心 我六公里哪有可能开股六千 不合人事长群 对吧 康德 这个案子一次被砸了这么多车 很多车名很新的 那些车都是许多男人梦寐以求的车 是 那但这个车行 是不是刚才谢教官讲那种 有心车行我们并不知道 只是说他似乎是因为装了这个GPS之后 还自己惹了麻烦 因为就是客人跟他租他其中一台车 出去可能惹了一些事情 然后这个车一般认为说 一定像谢教官讲一定有装GPS 他去到天涯海角里都有资料 那把那一天跟你租车那个人开去 哪里哪里资料给我 然后拒绝 拒绝就被砸了 那被砸之后我们看报导说 初估说两千五百万 因为里头看到那个R8 ODI的R8 对 就有两部嘛 我们经常在电影看到这部车 是啊 是啊 那个钢铁人里面 那个Tony Stark开的那个就是R8 好 就是画面这一辆 是 这部车呢 其实它不到千万 大概九百万左右 但是呢 非常的夯 为什么呢 因为它里面用的引擎 是用那个小牛 Lambor Gini的小牛 LP560 同样一颗引擎 那一个小牛呢 要一千五百万 而这个车呢 只有九百万左右 只有啊 对 只有 那用同一颗引擎 所以这台车非常非常好 那行吗 不敢行吗 对 所以这台车 如果在车上有两台的话 一台啦 我们算数它不是新车嘛 甚至多六百万 它两台就一千二了 它是不是钢铁人开过啊 对啊 Tony Stark 就是那个Tony Stark开的那一台 就是R8 就是这一台车 那里面还有两台 那一个叫做Camaro 那个就是变形金刚里面 变形金刚里面的 变形金刚是那个哦 不是刚开始先出来救救那 在隧道里面 一变得很新的 很漂亮的那一台哦 大黄蜂 雪佛兰 Camaro 这一台车其实在美国呢 跟这个野马的价格 差不多不是很贵的车 但是因为台湾没有总代理 都是一台一台进来的 所以身价不菲啊 新车大概有到三四百万 那另外还有那个野马GT啊 这个Mustang 这是美国所谓肌肉车的代表 它这次被砸的还有这一部 对 还有这一部 我们可以讲说里头现在看得到的 还有野马这个5.0 GT 这一部车说起来其实单价并不高 这台车因为还有代理商 一部不到300万新车来讲 但是因为它有5000cc 马力非常非常大 然后原厂就有烧胎模式 什么叫烧胎模式 你就原地停的不动 把那个按键 好像又把他的车带来了 不是这一部 这一部是GTR 假设说就是一台超跑 它那个Mustang的话 烧胎模式给它按下去 刹车踩着 油门给它站到底 当场后轮就会车不动 后轮就 不动 车不动 后轮原地空转 然后搞得满场都是烟雾迷漫 这样子你们开车会很爽吗 很炫嘛 很酷嘛 对不对 无聊 所以光这一招 你知道东区对不对 马路上不停一下不得了 所以这个车是小个大碗 所以这个车是 就为了停在当地 要轮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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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轮 但是我刚才讲这个烧胎模式 非野马不可 你说小牛很了不起 这台车1500万 也没有烧胎模式 GTR好厉害 GTR0到100加速2秒8 也没有烧胎模式 就只有Mustang GT有 所以那台值钱值钱在这个地方 好 那当然呢 其实我们看这些车子 我们刚才提到说 车行如何的剥削客户 那有一些这个有心的部分的 这些超跑车商也 大家耳闻说 似乎也用一些小技巧 来剥削这些客户 比如说15年的年底 有一个这个新闻 盘到了蛮大的 就是有个台23岁的年轻人 载了一个还小有知名度的小摩 在这个新北市地方车撞烂了 车头撞烂了 撞什么车呢 就是说手上这一台 Lamborghini小牛 Galado 5,6 23岁把小牛撞烂 是是是 那这个车子呢 其实 真的是要不要买 是是是 其实在一般这个超跑行业里面 租车行业里面 如果说比较高单价的日租 那日租不是可以一整天 大概四五个小时 大概五万以上 大概就是小牛 或者是法拉利四五八 当然也有限 限里程度限制很多 但就日租大概五万以上 是 那如果中等的呢 就我刚才讲的 比如说R8寸 总级新车不到一千万嘛 不到千万的层次嘛 OK 或者是什么保持一些911啊 或者马沙拉蒂啊 这种大概七八百万的车 大概日租三万 那如果这个GTR 你觉得好厉害 所以像马沙拉蒂日租就要三万 差不多日租三万 那你如果是 有的人一个人的薪水 也没那么三万 是啊 然后这个GTR呢 都应赞成 但是单价也不够高 才六百多万而已 像这个呢 或者是BMW M3 这个在超跑界 都算一般般的车子 一般般 对 这个日租费大概就两万出头啦 但就看车年份 各个方面 好 但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你今天来 住这些超跑的时候 第一个呢 你一定要付得起押金 这个押金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台小牛 对 新车一千五百万 但现在这个车 两年车嘛 市价还一千万嘛 是 你要先押四成的押金 我这个车比如说 我说市值一千万 四百万先押 要先押四百万现金啊 对对对 先押哦 不然本票啊 或者这个存款 要给大家看 押四百万 所以归人朋友 画面这台 你要租的话 先拿四百万啊 对 我现在讲的 一般正常做法 先押四百万 然后呢 当然还有保险嘛 是 然后呢 如果说 这个车在你住的时候 撞坏了 只要它的休礼费 超过它的市值的十五% 也就是现在一撞 比如说一千万 一撞 休礼费超过一百五十万 这台车拍谁 你就要买单了 买单什么 买单再补六百万啊 赫成交啊 你家整排都要啊 就买单了啊 赫成交啊 那我付一百五十万行不行 你如果只要一到一百五十万 这个车你就赫成交了 这是约定写的好好的 跑不掉的啊 所以说照理说 那我付休礼费也不行吗 你不行啊 因为你到一百五十万 我这个车修好之后会有折价啊 我这个市值一千万 被你撞过修好 只剩七百万三百万你要出啊 对啊 还是不要做就这么好了啦 对啊 但我强调说 这一都是一般比较正规经营 大概在这个行情 这个做法 是 那我们就要讲 上次那个案例啊 二十三岁的年轻人 他刚开始自称说 在深圳做生意 但以后他周边朋友说 没有啦 在饮料店打工的啦 二十三岁哪里有钱 然后呢 又报道说 似乎那台车 有记者讲说 那台车的后轮啊 根本就是磨平的嘛 所以呢 就有很多会生会营 有一些这些超跑的车行 似乎呢 就用这一种 某一些方式 让你来租车的人 你最好就是把车给撞坏了 你最好就是把它撞烂了 那有这种事情 对 那大家怎么把这些 就是有一些会生会营 有一些车行就故意这样 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这一台呢 新车一千五百万嘛 是 那其实不是每个人对行情很了解嘛 他说啊这台车的车货怎么办 这台车市值一千万哦 其实可能只有六百啊 那就跟你讲说 这台市值一千万哦 所以来 压四百好 就压四百 是 然后呢 壮乱一百五十万以上 你要赔就买 约定就写好了嘛 那通常要去租车的人 妹妹在等嘛 对不对 很急嘛 老婆也要租 差不多就趴嘛 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卖花的 一定要找亲女卖嘛 对 也就租去了 然后呢 我常讲超跑不是一般人 可以开的车 对 就是说超跑的 开的方式 跟一般我们开什么 Toyota 喜美 双P不一样啦 要经过训练的啦 然后呢 通常开这个车的 你想会真正乖乖地慢慢逛 没有嘛 要不然就烧胎嘛 要不然叫叫旁边的妹 尖叫很嗨嘛 要不然就去三路飙车 等于说 那事故率 本来就非常的高 那如果就遇到 这些超跑车上 如果啦 依照大家传言 车离车子里面 轮胎给你用平的啦 所以说在你开出去 不撞也难啦 那撞完之后呢 有钱就没钱 你就等着买单啦 没钱的话 那当然一般会认为说 用这种有心的方式 进行超跑 通常也有黑道背景 他也不怕你不还钱嘛 所以呢 也类似跟谢教官讲的那种 一台车拨好几层皮 但是超跑不要开玩笑 每台车都是千万之谱 那个拨皮的价格 是非常非常令人恐怖的 那他们怎么揽客呢 揽客其实很容易嘛 就像我刚才前面 前面讲这个案例 当然我刚才讲说 私承押金啊 或修理费什么 15%以上 那是正规的做法 正规的做法 那你说这种 日租五万啊 或三万两万 这都是一般正常做法的行情 但是今天呢 有些年轻人 我现在应该讲了 比如说要爬妹妹 或什么活动要干嘛的时候呢 其实这些有心的车行 他就会锁定某些课程 比如说啊 年轻人赚钱不容易 那么好了 今天看你人不错啦 我相信你啊 就给你打个什么折之类的 让你很便宜的价格 然后让车可以拿去 然后押金 好了算你便宜一点啦 不用押四百啦 没关系啦 你只要想办法 你只要想办法 重乱就可以了啦 对反正想尽办法 让这些年轻人 当然这些车厂 如果是有心的时候 他会先算准 你要是真的出事情 我钱一定是拿得回来的 但前面让你容易进来嘛 有一种是什么 比如说你今天开Toyota Cammerry 那我这台车 比如发电机啊 还有很多东西 他把你租出来以后 开回去以后 狸猫犯太子 把重要的零组件 把你调过来 你知道吗 然后晚上 还车还回给去给你的时候 你的主要的零组件 铃银已经都被调包了 对 还有一种是什么 我还做过一个很厉害的 他打造引擎号码 跟车车号码的技术 是间理单位都辨识不出来 连间理单位都辨识不出来 那个车主后来跟间理站的人争论 他说是警方发完给我的 那你相信小偷不相信警察 他就问间理站的人 你相信 你想他怎么样 他把这台Cammerry租回来以后 事实上还回去是同形同颜色 但是已经换过去了 已经换了 整台都换过了 整台都换过了 对 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台 但是号码都一样 原来的那台去哪里 他们装后会卖到柬埔寨的 原来的 真原来的 原车 原来的 原来的 他卖到境外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他做了一个假的引擎 不是 放在那个不对的车上 这个大概 因为我们其实在修车的 大概都知道 就是有一个行业 那是专门技术 我们有个开玩笑 那就是台湾的艺术精品就对了 就是说我们一台车 基本上你的身份证 就是引擎有一个引擎号码 引擎有个引擎号码 对 然后车身呢 比如说引擎要打开来 上面车身有个部分 有一个车身号码 就是两个 就叫你车子的ID 但是呢 车子的身份证 对 它的身份证 就打在引擎号码 跟车身上 两个是用那个 那种钢膜 砰一个这样 打进去一个落印就对了 就跟车身 那个机车那个落马 意思是一样的 那个呢 落了之后呢 新车在监理所 你第一次领牌的时候 会拿一张膜 就膜那个印你去拓 拓起来 好 那个就会保存在监理所 等于说你这一台车 当时第一次拓膜 砰 拓下去的时候 那个膜呢 监理所是有采正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也是国内监理法的 一个漏洞 你这个事后不管验车 或者是过户 其实不会把这一招 拿出来对照 所以没有对硬件证明就对了 只要眼睛看到的号码 跟行照登录是对的 就认为是OK的 好 那我刚才讲 台湾精品就是说呢 其实这种落印这个技术 早期啦 教官应该很清楚 有一些那种 比较土法练钢的 比如AB1234 A就拿一个A 有一个A B就拿B 砰 那那个当然你那个字型 可能不一样 稍微对照一下 但是每次打会有点歪斜 不是很准嘛 对不对 光眼睛看 别人看拓我们都知道 闭嘴了嘛 但是现在已经非常专业了 他们那个拓码机 我看不到 我不能讲在哪边看的 才会得罪到人 拓码机 然后呢 很专业跟我们电脑一样 字型 啪一列出来 还可以选字型 什么字型 很清楚 它的膜就 在那个拓码机 比如说一个机器 就插进去排好 10码或9码 排好之后呢 用专门的机器 那个连压力的棒数 都算很准 啪一个 绝对不会歪歪的 对 当然跟原来的拓码 如果真的打出来 一定会有落差 因为拓码的含义就是 每一台车打出来都不一样 但是呢 眼睛看 非常的漂亮 肉眼无法分辨 那要不是像教官这种 会拿什么药水 去把它做什么裂解 要不是这样的话 竟然看起来为妙为雄 因为讲演你们后面 他们的黑话叫 那个敲木鱼 黏金 叫媳妇来黏金 所以我们监听他们电话都说 你叫媳妇来黏金 你今天说完之后 名字姨妈最改 我们就知道 但是那个专业技术 打一台三万块 那几个字三万块台币 你知道吗 其实这个东西 我觉得也不要太过妖魔化 就是说因为这个有市场的需要 当然切到绝对不应该 感谢观看